你好 哎呦 他有剧情 啊哎呦 还有剧情 打开几乎的夏天 看着那天的夏天 在海边没笑的瞬间 玩过来 世界都在变 为了你傻傻待在我身边 外面太危险 危险 我们勇敢一点 心开始吵架在改变 在改变 你是否用心发现 我觉得他不要命的一个人 不要命 真的 什么状况下 我的朋友圈老看到他出现在一些 我想象中的可能 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 不会出现在的地方 比如 火山口 真的火山口 其实去爬火山 或者是去那些潜水 机车这些 其实也是在那一瞬间 是跟自己对话 因为我比较喜欢 在独处的时候去想一些事情 对 就是在爬火山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专注脚下的路 就是整个世界就只有自己 然后去想一些事情 听说这一首歌就是有好多 就是网友会说 生命中有感动的事的时候会听的 就算无常的大地有裂痕自己可玩 就算无常的大地有裂痕自己可玩 他就讲当你有裂痕的时候 你是怎么修复 这是一个心路的历程 我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一种释怀 现在就是我爸一个人住这里 我妈一个人住这里 他们俩都在香港 我也在北京 就是都分开了 当然我家庭是有裂痕的 我跟你说 小时候你就觉得 为什么我家庭有裂痕 就是到我这个年纪 因为我妈妈也不算早生我 但到今天 她终于可以养我养到 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唱KTV 一起有的时候 一起喝杯酒 然后聊天 每一个家庭的成员 怎么去修复这个不完美 哇 这个就是一个很美好的电影 不是吗 我想问一下 你们认识多久了 好像一年 两年 两年 快两年 差不多两年 差不多两年 两年 我记得第一次见面 我们是在一个排舞的地方 见了面 他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 师哥好 我很慌那一下 因为我心想 我怎么突然一下就 师哥了 备份提升 对 然后我后面还去问了他的朋友 那个朋友就说 博远他是一个比我年纪大一些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谦虚 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坚持 做一件事情的一个人 我后面通过自己的观察 也发现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想让这一段的说唱 不是那种自自足迹的那种感觉 我希望他是很低沉的 然后就是非常往离走的那种 说唱的感觉 是那种在沉默中爆发的那种感觉 但是已经辣了 那个声音完全是破的了 难度可能对于他来说 是他现在嗓子坏掉了 然后这首歌里面很多频段都偏高 说 拖泥沟醉了 还没回答 这种无助感觉太无助了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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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吧 轻轻唱 不要再大声唱了 我跟你缘要不然 你就至少让和尚老师跟着你 他们跟着我就好 对 然后你呢就量力而行 好 量力而行加竭尽全力 好 好 对 不睡 好